盈盈终于搬家了 告别了居住了几个月的老屋 心里多少有些不舍 越南的天气阴晴不定 时常还会有暴风雨 今年的第五场暴风雨过后 单亲妈妈盈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新房 准备搬家了 美兰阿姨抱着盼盼 还叫来了她的好朋友 一块过来帮忙搬家 刚下过雨的马路 有些泥泞 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变得缓慢 盈盈的新房到老屋的距离有点远 不过搬过去以后 离着街道就近了 那里就不叫荒郊野外了 三人站在院子里 看着被冲刷的宽阔的河床 连续的降雨 已经让盈盈家的老屋 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一段时间没有人居住 小屋里已经灰尘很厚了 盈盈家的东西本来就少 这下搬家也很是方便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屋里的东西 一趟就能全部搬过去了 单亲妈妈盈盈是个重感情的人 永久地离开老屋 还让她有些难过 俗话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家的温暖和归属感 即使物质条件不如其他地方 家的感觉也是无法替代的 这是一家人生活的了几个月的地方 盼盼也是从这里学会了走路 盈盈有些不舍 她不仅是身体和心里的栖身之处 也承载着盈盈一家的记忆和情感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屋 一行人往心房走去 那里将是盈盈开启新生活的地方 由于路途的遥远 还是负重前行 他们在路旁短暂地休息休息 地面太过湿滑 这也让前行的速度变得缓慢 盈盈跟在后面 负责照顾着两个孩子 终于他们到了新住址 这里就是盈盈的新房了 虽然只是捡装修 不过也能居住了 四面透风的问题 就要盈盈后面自己解决了 美兰阿姨帮助盈盈 又简单地收拾了 一下屋里面 铺上竹席 他们坐在简陋的小屋里 休息休息 短暂地休息过后 盈盈又来到了美兰阿姨家里 收拾一下自己曾经赞住的地方 顺便把孩子的各种衣物 也整理一下 一会儿带回新房子 在美兰阿姨家居住的这段时间 是盈盈离开家以来 最幸福的时光了 美兰阿姨帮助带娃 并指导着盈盈怎么生活 这让盈盈的心理产生了依赖 收拾好床铺后 美兰阿姨抱起满月的小宝 稀罕稀罕 嘱咐着盈盈以后的生活 也为盈盈吃了一颗定心丸 以后有困难了 美兰阿姨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帮助的 不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短暂地聊天后 盈盈背着小宝 抱着淘气的盼盼 再提着孩子们的衣物 离开了美兰阿姨家 美兰阿姨把盈盈送到门口 盈盈再次谢过美兰阿姨后 往新房走去 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回到新住之后 还有很多的工作在等着盈盈 她没有停心 先把盼盼安顿在婴儿床里 背着小宝开始打磨竹条 她要把新房做进一步地完善 四周的各种围栏都需要加上 不然会很不安全 盈盈把熟睡的小宝安放在竹席上 这样自己的也方便干活 盈盈打算去河边清一下各种餐具 盼盼在婴儿床里虽然听话 却不能长久 盈盈只得背着盼盼一起 提着锅碗盘盆的编织袋 去了河边 希望竹席上的小宝 能一觉睡到盈盈回来 河流里 已经有勤快的村民 在河里进行捕捞了 盈盈来到河边 先把一块大石头挪到岸边 让盼盼座在上面等待 这怎么可能呢 在水里玩耍多开心 盼盼座在石头上老实了一会儿后 就开始帮着盈盈 开始收拾各种锅碗瓢盆了 盈盈用野草代替刷子 刷洗着各种餐具 盼盼则在一旁往锅里倒泥沙 给盈盈添堵 刷洗完了餐具后 盈盈想顺便给盼盼洗一下身上 毕竟新房那里还没有通水 用水不怎么方便 洗完了手脚后 盈盈抱着盼盼在河流里汤水 水下的坑洞 让盈盈脚下一滑 母女俩跌倒了 为了不让盼盼落水 盈盈使劲把盼盼脱举出水面 身体重心不稳 让盈盈有些手忙脚乱 一番挣扎后 终于在河里站了起来 盼盼也因此吓得哭泣起来 水下各种危机四伏 碗水一定要去正规场所 切不可私自下水 生命宝贵 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 远离危险水域 确保安全 盈盈母女俩成了落汤鸡 使衣服要尽快更换 不然很容易感冒 盈盈快速地收拾起餐具 抱着盼盼匆匆往新房赶去 家里还有个睡觉的小宝呢 盈盈抱着盼盼赤脚走在路上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扎脚呢 越南的人们 已经把赤脚走路 变成了一种习惯 竹席上的小宝乖巧地可爱 虽然已经醒了 不过不哭不闹的 盈盈没有理会小宝 当务之急是先给盼盼 换下湿漉漉的衣服 万一感冒了就麻烦了 给盼盼更换完了衣服 自己这一身湿衣服也要换下来 可是这四面透风的房子 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 盈盈只得去旁边的庄稼地里 更换衣服 说什么也要快速地 把新房的围墙坐起来 真是太不方便了 娘仨坐在竹席上歇息一下 趁着天色还早 让盼盼独自在诺大的院子里玩耍着 盈盈继续安装围栏 早一点完工 孩子们就多一份安全 暴风雨的再次来临 让单亲妈妈盈盈 有些惊慌无措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生活更加艰难了 搬进新房的盈盈 清晨早早地就开始忙碌了 村民们已经帮助她 搭建好了房子 不过 一些基础的设施还不完善 这就要靠盈盈自己去完成了 盈盈打算先把围栏做好了 这样孩子们在屋里玩耍 也比较安全 盼盼站在婴儿床里 看着盈盈干活 昨天的落水 让盼盼有些流鼻涕 盈盈先把搭建围栏 使用的竹片打磨一下 切割成相同的长度 方便一会儿安装 这会儿小宝又拉了 盈盈又来到竹席上 给小宝更换尿不湿 看着小宝一天天健康地长大 盈盈心里很开心 院子里 调皮的盼盼 已经顺着楼梯 正在努力地往上攀爬 这里 对于一岁多的盼盼来说 可是很危险 还好被盈盈及时发现了 又把她送进了婴儿床里 安顿好小宝后 盈盈开始安装围栏了 一个人安装这种扦插式的围栏 有些费劲 说不定哪个孔对不准 就会安装不起来 盈盈也是费了半天劲 才安装完成 再把上层的竹竿 敲击结实了 就算做好了 干完了活 盈盈把院子旁边 简单收拾一下 开始下一项工作 她打算在小屋旁边 再搭建个厨房 正好依靠着 新房的立柱搭建起来 盈盈用竹竿 笔量了一下尺寸 确定好地坑的位置 开始刨坑埋立柱 盼盼站在一旁 看得入神 厨房的结构 依靠着新房子搭建 所以抛两个地坑就行了 自从经历的几场 暴风雨后 盈盈挖坑都越来越深了 生怕立柱埋浅了 被大风刮倒 很快 盈盈就把两个深坑挖好了 盼盼在院子里玩耍着 还算比较听话 莫大的院子 还吸引来了玩耍的小朋友 这也让盈盈能安心干点活 在立柱的顶端做好凹槽后 盈盈把立柱放进地坑里 一个人不管干什么活 都有些别别扭扭的 埋立柱连个扶着的都没有 这就是单亲妈妈的痛吧 也许等孩子长大点就好了吧 把立柱周围用木棍使进夯实结实了 一层层夯实 这样立柱不会倾斜 盼盼在院子里也挺忙 忙着往竹楼里 捡拾各种碎石 买好了立柱后 盈盈把院子里的各种枯枝烂叶 收集起来 点燃了 这属于焚烧皆赶了 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 小编觉着 留着这些枯叶生火 做饭不好吗 娘仨来到竹席上 休息休息 盈盈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琢磨着下一步在做什么工作 先把要紧地干完 盼盼站在高高的围栏边 望向外面 能看得很远 她很是开心 一会儿的功夫 天空阴了下来 开始下起小雨 盈盈并没有把这场小雨当回事 新建的房子 新铺的房顶 是不会漏雨了 很快 田野里变得雾气蒙蒙的 雨也开始越来越大 并伴随着一阵阵的冷风 盈盈也发现了端倪 这个新房下雨 能够抵挡一阵 要是再加上风 这四面透风的情况 可就不太乐观了 盈盈赶紧把孩子们凑到一块 给盼盼戴上帽子 再套上厚衣服 小宝也直接蒙在被子里 漆黑的被子里 吓得小宝哇哇的大哭 盈盈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蜷缩在房子的一角 只有这里的雨滴小一些 懵懂得盼盼不以为然 自顾自地溜达着 这让盈盈更加的忙乱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处于这么艰难的环境中 真是太难了 盈盈的心里防线崩溃了 不住地哭泣着 还要硬着头皮扛着 盼盼真是太调皮了 四处乱窜 盈盈也只能先保护好小宝 任由盼盼折腾了 先安顿好小宝 再去照顾盼盼 下雨的天空气中 弥漫着很大的雾气 打在身上既寒冷又潮湿 很不舒服 调皮的盼盼 就像没看到下雨一样 还要硬往外面跑 被卡在了楼梯上 也许一岁的孩子 玩耍是他们的最大的事情吧 不去想别的什么东西 终于 在盈盈的一番耐心教育下 盼盼才安心地待在竹席上一会儿 不过盼盼只要睁开眼 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很快就又开始 一住不住地活动起来 搬把搬这个 挪挪那个 忙得团团转 一会的功夫 风停了 雨还在一直下 这样盈盈娘撒 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黄昏时分 雨也渐渐小了 盈盈抱着盼盼来到院子的边缘 观察一下水渠里的水 有没有影响到院子里 虽然水已经漫过水渠 不过并无大碍 一家人终于扛过了难熬的暴风雨 连续的下雨 让盈盈没有时间做饭 再说了 还没有搭建好炉灶 怎么生活 母女俩只得吃点方便面 对付一口了 越南的方便面人均消费量 占全球第一位 连越南女卒出国比赛都必带方便面 虽然不了解越南方便面的营养配比 但这的确是越南女卒 乃至整个越南国家的习惯 越南人吃方便面有多夸张 在整个2021年里 越南每年人均要吃掉87包方便面 韩国已每年人均73包 位居世界第二位 所以方便面对于越南人来说 还真的是生活必备品了 盈盈娘撒的一天结束了 这荒郊野外的 希望一家人能顺利度过 每一个难熬的夜晚 雨过天晴 又是一个好天气 单亲妈妈盈盈在紧锣密鼓地 做着新房的收尾工作 雨后空气的清新 泥土的芬芳 总能让人心情格外舒畅 盼盼一大早就在婴儿床里 哼记着要出来玩耍 她在等待着盈盈喂饱了小宝 才能出来活动 单亲妈妈盈盈今天 要趁着天气好 赶紧把新房周围搭建起来 不然下一次的暴风雨 可能会让一家人更加难受 盈盈先搭建厨房的结构 把厨房的顶部和新房连接起来 这样也比较结实 没有钳子 盈盈只得徒手拧紧铁丝 调皮的盼盼又爬上了竹梯 在盈盈一顿教育后 又回到院子里玩耍了 测量好竹条的尺寸后 还没开始切割 调皮的盼盼又跑到了院子边上的水沟旁玩耍 这里可是很危险的 被盈盈用木棍一顿教育后 又在院子里玩耍起来 这么大小的孩子就是不知道深浅 盈盈开始切割竹条 此时的小宝又醒了 娘仨又来到竹席上 喂饱了小宝 休息休息 盼盼知道和小宝玩耍了 不住地用嘴亲他的大脑袋 短暂地休息后 盈盈开始搭建厨房的房顶了 把各种竹条纵横交错着摆放好后 用铁丝固定住 这样把厨房的顶子和新房搭接起来 就不会损坏得那么快了 盼盼有些着凉 站在婴儿床里 不住地流鼻涕 还是小宝比较乖 虽然没有睡觉 不过还是不哭不闹地躺在竹席上 捆扎好了厨房顶子后 盈盈又开始做护栏 只有做好了护栏 才能遮风挡雨 盼盼蹲在小宝身边 没轻没重地逗弄着面目表情的小宝 盈盈用竹条做尺 测量好了各处的尺寸 开始切割竹片 然后把切割好的竹片 塞入两个长竹条中间 形成一面墙 这样就能封闭起来了 此时的天空中 又飘起了小雨 盈盈赶紧把盼盼抱进房里避雨 将竹条的两端 用铁丝固定好 这面墙就算完成了 盈盈给盼盼那了个酸奶喝着 哄着盼盼不再到处乱跑 自己又开始安装隔壁的墙面 把切割好尺寸的竹片 塞入两个长竹条中间 做好了这面墙后 娘撒的新房 再有个房子的模样 不再是四面透风了 捆扎结实后 盈盈仔细检查了一下 对自己的工作很是满意 盈盈已经从一次一次地 搭建房屋中成长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铺设厨房的顶子了 院子里的已经没有剩余的棕榈叶了 需要去山上砍着新鲜的叶子 盈盈背着小宝 抱着盼盼去了美兰阿姨家 她想让美兰阿姨帮忙带会儿孩子 此时的美兰阿姨正在家里准备做饭 看到盈盈娘撒来了 赶紧迎出来 盈盈说明了来意后 放下两个孩子 独自上山了 在一次次的与美兰阿姨的接触中 盈盈也找到了依靠 有了美兰阿姨的帮忙 盈盈干活会更加得心应手 很快盈盈就来到山上 开始砍棕榈叶 棕榈叶宽大的叶片上 还停留着昨晚下过雨的痕迹 洒在盈盈身上 凉嗖嗖的 美兰阿姨 美兰阿姨正在屋里看着小宝 小宝比较听话 不哭不闹的 反倒是盼盼 自己玩耍时跌倒了 还委屈得不得了 爬起来哭个不停 棕榈叶是植物棕榈的叶片 棕榈是越南最为常见的一种 桥木植物了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会种上几棵 因为它的作用太多了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用的扫把 大人穿的缩衣 农村以前防雨用的器具 老人用的菩萨 很多都是用这种植物制作而成的 盈盈已经砍了足够多的棕榈叶 捆扎好后 开始往山下操作 这么宽大的叶片 不便于运输 只能拖着下山了 此时的天空中 又飘起了小雨 这么鲜嫩的棕榈叶 重量明显不轻 盈盈拖一会儿 背一会儿 使出浑身解数 把叶子搬运下山 到了马路上 拖拽起来就轻松多了 盈盈把棕榈叶再一烫烫地 搬运到院子里 连续不断地劳作 让盈盈一屁股坐在了棕榈叶上 她太劳累了 不过这些棕榈叶也基本够用了 盈盈回到小屋里 坐在楼梯上喘着粗气 休息一会儿 还要去把俩娃接回来 才能开始搭建房顶 盈盈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美兰阿姨家 此时的小宝并没有睡觉 躺在美兰的怀里 很是听话 知道盈盈要搭建厨房顶子 美兰阿姨也一块儿跟过来帮忙 一个人搭建房顶的话 会比较麻烦 而且还很危险 盈盈先安顿好小宝和盼盼 美兰阿姨把棕榈叶 修整成规整的形状 盈盈利用竹竿上的竹节 作为梯子 爬到了房顶 坐在高处 能看得更远 心境也会不同 美兰负责在下面递棕榈叶 盈盈则负责安装 两个人干活方便多了 厨房的顶子比较小 盈盈把棕榈叶搭接着摆放整齐了 由于进入了雨季 盈盈把屋顶铺设得很厚 这样也不会漏雨了 小屋里的小宝应该是饿了 不住地哼唧着 盈盈的工作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三下两下忙完手里的活 在美兰阿姨的辅助下 盈盈从梯子上爬下来 先去屋里给小宝喂饭 干完了搭建厨房的工作 美兰阿姨也要告别了 盈盈把采摘的甜瓜 送给美兰阿姨表示感谢 院子里的盼盼 对美兰的离开有些不舍 不住地挽留着 无奈的盼盼只得回头 去找妈妈帮忙 还是盈盈拦下了盼盼 让她自己在院子里玩耍 远处的稻田里 一片丰收的景象 村民们已经开始收割水稻了 喂饱了小宝 盈盈简单地给小宝 盖了一个防纹的纱巾 她要带着盼盼去烫旧近的杂货铺 买些食材 娘俩还没有吃饭呢 他们要快去快回 时间久了 盈盈不放心家里的小宝 很快 盈盈提着些生活用品回来了 屋里的小宝比盼盼乖多了 没有哭闹 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听话的 盈盈已经很欣慰了 盈盈简单地做了一个炉灶 开始生活做饭了 婴儿床里的盼盼 口渴地拿着水瓶直枯 盈盈拿来了碗 给盼盼倒点水喝 看来是真渴了 盼盼抱着大白碗 一顿猛喝 点燃了炉灶后 盈盈先把大米淘洗一下 煮上米饭 盼盼蹲在婴儿床里 聚精会神地玩耍着水壶 也不想别的了 最近一直在美兰阿姨家生活着 盈盈也没有多大的开支 今天 盈盈特地买了几条冷冻鱼 给盼盼补充一下营养 由于盈盈的新房 还没有接自然水 这水桶里的水 还是从邻居家接的 生活还是有些不方便 收拾好了鱼后 锅里的米饭还没有煮好 趁着这会儿空闲 盈盈和盼盼在院子里玩耍一会儿 米饭做好了后 盈盈开始炸鱼了 到上游 把清理好的小鱼 扔进锅里 此时 屋里的小宝饿了 盈盈放下手里的活 去屋里给小宝喂奶 等安顿好小宝回来 铁锅里的炸鱼 已经成了炒鱼了 不过 不管怎么样 一家人终于吃上了 一顿热乎的饭 这也是娘仨 在心房生活的 第一顿热乎饭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 盈盈今天的成绩很突出 不但搭好了厨房 还做了一面 遮风挡雨竹墙 这让单亲妈妈 盈盈的心房 更有家的样子了